新年要有新希望 可是如果要你选今年的代表字 你会选哪个字呢 去年台湾选了赞当代表字 不过今年呢 似乎大家的心情都不太好 作家黄春明选很惨的惨 作家王文华挑涨价的涨 来看大家想用哪个字 作为2012代表字 2012台湾代表字民众几乎一面倒都选负面的字 而候选的52个字当中 立法院长王金平选出感觉的感 勉励政府要给人民信心和方向感 行政院长陈冲则选出实在的识 要大家实实在在做人做事 民进党主席初贞昌选出希望的望 他表示对现在失望 但对未来有希望 相对于政府官员中庸的选字 作家们倒是直接许多 作家黄春明选出很惨的惨 他说景气这么差难道不惨吗 作家王文华选出涨价的涨 他说这是涨价的一年 什么都涨啊 就是薪水没有涨啊 感觉大家越来越穷困 对 但是政府一直在做蠢事 不管任何方面都是很忧郁 世界的经济不景气有关 所以一样的 这52个代表字里头 也有很多这个 大家觉得很丧气的字 52个候选字当中 就有四分之一是负面的字 反映出这一年民众日子苦哈哈 但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 倒是要大家少抱怨 一天到晚讲背的事情的话 他本来不背的也被背了 对不对 正面一点 大家团结 大家冲经济 拼经济 那我们这段时候也在拼 希望能够一趴总不至于少过吧 对吧 年度代表字历经前几年的乱 判 但和建国百年的赞 2012台湾代表字将在12月初揭晓 不管好坏都将反映出 这一年民众的实际观感 一部电TV李文浩 陈静怡台北报道